欢迎收看频道们 今天我们来看 观众留言反应系列啦 啊这个系列就是 我会给一个主题啊 然后观众呢 就在留言区留言 发表他们的想象力啊 还有趣时的那些 留言吧啊 ok 那么这一次主题呢 叫做 BROG 富士啦 ok 这个系列呢 其实呢 我没有想到呢 是可以拍一个系列啦 就是呢 我以为没有观众会参与啊 哎 没有想到 还蛮多的 就非常感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感谢感谢 那么这个系列呢 如果你们想要参与的话 啊你们前面呢 那个留言呢 记得要写那个 选我啦 可是我发现到 有些观众呢 好像是啦 好像是 想要我参与啊 可是 他忘记写那个选我啦 所以呢 可能 我会把他们的放去 这个系列 就是这个影片里面啦 然后这个系列呢 是我第一次做 如果你们看完 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like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ok 那么的话 还有样东西的就是 我超过一万订阅之后 我会开直播 ok 倒是在看怎样吧 ok 那么我们就非吧 不多送我们游戏 诶 等一下 这个叫游戏吗 随便啦 文游戏开始吧 Let's go ok 那么首先呢 我们去看第1位观众的留言的 ok那么的话 第一个留言就是 为什么 我以为你2020会满等啊 呃 这样就是他就以为我在2020的时候 就会升满等啦 OK那么的话 呃 这里空白键啊 等一下 这个空白键其实有很多观众 误会了 其实不用空白键了 你继续揭画下去就行了啊 就是 没关系啦 我们就继续看吧 OK我就 空白键就 呃 等一下等一下 诶 打个空白键也打 太多了吧 你看 你白痴吗 哈哈哈 诶 我还在下 我再滑下去了 滑鼠现在 都2023年了 都没满等 这里呢 我就偷偷告诉你们吧 为什么呢 我没有满等啊 啊 因为呢 我太帅 OK那改四呢 有做这个系列的话 记得记得 不要打他妈的空白键哦 真的好烦啊 哈哈哈 OK 我们去看下位观众吧 OK 现在观众呢 他就说 我常常被很多人围毓啊 呃 这个东西呢 其实 不只是你啊 啊 我也是 哈哈哈 我们是朋友 常常被人围毓的 哈哈哈 不过呢 我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不会被人围毓啊 啊 只要你订下 大红的频道 就不会被人围毓了 嗯 开玩笑的 OK 下一位观众呢 他说 拜托选择我啊 啊 其实呢 你 只要打选我 我就会选你啦 OK 啊 OK 然后他就说 我刚到 哎 还直接 杀掉很多人啊 哇 他就是那个 赏金猎人吧 之后呢 他就说到 我是被杀的份 啊 其实我就是那个 杀金猎人啊 哈哈哈 我就是把你 杀掉那个了 哈哈哈 嘿嘿嘿嘿 啊 对没有 其实我也是被杀阿芬 嗯 我是跟你 也是朋友啊 嘿 兄弟兄弟 嘿嘿 不爱 OK 谢谢观众呢 就说 终于等到 秀一点啦 啊 一点 还要去那个 圣诞 岛 臭披风 哎 我 我忘记了 圣诞 圣诞节 还有那个活动耶 哦 我忘记 哪了 每个活动 哈哈哈 啊 我现在在台湾想骑咧 还有活动啊 白痴哦 oh my god 哈哈哈 哎 我真的忘记了 哦 哈哈 没有 他的活动每样东西 我没有拿到啊 呃 真是 算了 算了 都过了 都过了 过了那么久 啊 算了 OK 我继续去看嘛 继续看 OK 那么的话 下一个就是 点点点就 哦 这个 这个空白天 还行哦 不过还是不要打 OK 不要打那么多 OK 那么的话 活动结束了 哈哈哈 我们是 brother brother 我跟你一样 哈哈哈 我根本 我比你糟糕一点啊 我是整个都忘记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我们是一起的 哈哈哈 OK 谢谢观众他说 我觉得 山海 不好过啊 很容易被很多 诺诺果斯 霸凌啊 啊 所以 都在 俄海啊 哇 其实 其实在俄海 我也是被 诺诺果斯霸凌啊 哈哈哈 不过呢 我有一个建议啊 一个好的方法 就是呢 你在山海呢 不会被人家霸凌啊 啊 就是在 安全区 不要动 蛤 嘿嘿 OK 下一位观众呢 他就说 我抽到 佛啊 结果 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哈就 呃 我的朋友吃了 你的朋友是谁 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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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躲喷 你竟然吃掉 他的 他的大佛果斯 你 你 你的朋友 做得好 OK 其实呢 我觉得 哈娜 就应该是 他就是抽到 大佛果斯 就是给朋友吃了 这非常好的朋友 嘞 啊 就是 有东西就分享了 啊 超赞的 嘞 OK 下一位观众呢 他就说 阿翁 啊 我想加你好友 等一下 等一下 诶 这个东西 其实我说了很多次了 加好友呢 目前 我还没有打算加好友了 就是 以后呢 我要如何加好友呢 就是 我会 看下观众的留言 对他印象是很好 如果以后有直播 有一起玩的时候 如果我的印象也很好的话 我才来加好友啦 啊 不过目前现在还没有打算加好友 所以 请不要再问我了 谢谢你们的合作 啊 哈哈哈 OK OK 下一位 OK 下一位观众呢 说 我是一个 赏金猎人 我最讨厌赏金猎人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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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说 我会把别人打到水里 让别人死掉 你这个太过分 没有没有开玩笑 开玩笑的 OK 做效果做效果 OK 那么的话 他就是一个 很喜欢把人家打到水里面的 那个 三青猎人吧 这个 其实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很难吧 你再把敌人打到水里的时候 应该就死掉了吧 他应该蛮强的吧 我猜 嗯 OK 下一位观众呢 他就说 又是等 炮果实出现 结果 每次在半夜出现啦 也就是说呢 炮果实呢 经常会在半夜出现啦 其实我不清楚咧 我只知道就 呃 他出现的几率蛮低的 OK 我们就看下 他接下来说什么吧 嗯 然后就 打打太多了 打太多了 空白剑 不要打那么多 OK 那么他就 然后 半夜 起来玩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 其实呢 我想说呢 就是 没有抽到也是一个幸运啦 啊 因为你想想 抽到就很幸运 不抽到 也是一种幸运啦 啊 那叫做 不幸运 那么希望以后呢 这位观众呢 有遇到吧 希望你可以买 买到一个炮果实吧 还蛮好用的 加油 OK 现在观众他说 我是一个八百多等的菜币吧 啊 但是 我是用的 大佛果实呢 现在入手 佛果 不一样 99R 只要60R 没害在 考虑什么呢 买下去就对了 诶 大佛有这样便宜吗 99R而已 现在又有 offer 69R 诶 我去查一查 我去查一查 OK 我们就看下大佛有没有卖那么便宜啊 然后就 哦 现在我用这个 所以不能按啊 我们就看礼物啊 礼物和那个 自己买的话 都价钱都是一样的 OK就随便按一个就 看他价钱是 1650 OK那么这个反应影片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吧 啊 也是非常感谢了各位观众呢 的参与啦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 有参与啦 不过呢 我就没有把它们放进去啊 就是因为 呃 我的时间不够长啦 如果呢 我把所有观众呢 都说出来的话 就 呃 我真的是要花整一个月多的时间 去剪这个影片啊 因为我是一个蛮普通的一个剪辑师啊 就 呃 不是很厉害 所以呢 我就剪的很慢啊 所以 呃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啊 我就算我是第一次制作这样的 这样的影片啊 这个反应影片啊 就觉得 呃 还满花时间的 蛮难弄 蛮难制作一下的 OK 其实呢 我自己还有很多计划 就是看那些迷影梗图的反应影片啊 还是 呃 制作一个 Rodbox的大挑战啊 这样子的东西啦 就 到时候呢 我再来通知大家吧 要不要参与啊 这些 呃 活动啊 算是活动吧 哈哈哈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 OK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个like 订阅频道哦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